大家好 我是Angela 許靜韻 今次想和大家講一下 比賽時用的肢體語言和表情 其實我覺得最好的話 當然是放鬆自己最自然的一面 所有身體語言和表情自然會很放鬆 很自然 假如你選了慢歌 你就可以想一首歌和歌詞 投入去知道情緒 假如你選了快歌 你就可以試一下他的rhythm 根據他的rhythm 排些step 排些post 令到在場的氣氛更high 更正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你可以投入到一首歌 知道他裏面的情緒是怎樣自然流露 那就最好了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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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